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十九大中曾再度重申九二共事与两岸同属一中,以两岸一家亲理念并坚决反对台独,也表示会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提供与大陆地区人民同等待遇。 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昨二十四日在两岸媒体峰会上表示,十九大后对台工作可用六个一说明并强调九二共事是打破两岸僵局的唯一方法。 张志军分别提到的六个一分别为一个根本目标,一条基本方针,一项主要任务,一项基本原则,一条清晰红线与一个重要理念。 张志军表示,所谓一个根本目标,一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基本方针则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说追求的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气和,会做出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 张志军指出,一项主要任务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还提及马席会使两岸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晤,强调良好局面不允许被破坏,而基本原则为一个中国。 张志军称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并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对两岸同属一中的共同确认,同时强调,不论和党和派,只要承认九二共识与两岸同属一中,中国都愿意对话与交流。 张志军也强调,而两岸的清晰红线,是指中国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并提及台独分裂势力在教育与文化上不断进行去中国化,并要求台独修宪,张志军称中国拥有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并称台独终将失败。 最后,张志军重申一个重要理念,即为两岸一家亲,中国会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